所以在全民有這麼多疑惑狀況之下 為什麼他會在去年底發出這封信 給核四的龍門電廠 還要求他們日夜加班去衝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不應該要更審慎嗎 我必須要讓觀眾朋友看 這是在2011年3月11號 日本東北所發生的大地震 當時核災的危機宣告落幕了嗎 其實整個路途非常非常的漫長 我們來看的是 這個福島縣的知識 怎麼帶記者進入核電廠來看看狀況 因為用肉眼可以看到 許多的反應乳變得多麼殘破 而廠區內的輻射污水又不斷地增加 現在的狀況怎麼辦呢 我們會成為下一個福島嗎 人民不應該游戏嗎 來看現場畫面 全身上下防護衣包子緊密 他是福島縣知識左藤雄平 在核災爆發即將屆滿周年時 首度踏擊福島第一核電廠視察 被情報炸得吸爛的反應爐外牆肉眼清楚可見 福島災後360幾個日子核電廠的慘狀已就讓人眉頭身索 核電廠內目前還有3000工人在跟輻射奋戰 要廢爐至少得花上40年之久 但是核電廠每天都在製造大量輻射垃圾 廠區的空地已經被3萬立方公尺的廢瓦力堆 還有上千個大小水槽給堆滿 巨大的水槽可以儲存16萬噸輻射污水 問題更大的是反應爐內部 被福島核災擦屁股 帳單已經是填文數字 如果不是發生311複合式災難 誰也不曉得追求廉價核電的隱藏代價竟然重大 好 廢爐要40點的時間 我們看到福島的畫面 青椒是徐老師